其實在這個過程中 我自己也做過很多男歌手 人家會覺得你是男演員 你說自己是演員 那些人都覺得 可能在早期說你是一個歌手去演戲 但當你慢慢做 做一個不同的電影 不同的導演 他教導你的時候 你慢慢開始成為一個演員的時候 而Catley也是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始終有人當我們兩個是演員 將我們兩個放在一起去拍一部電影 變成… 我們在心裡潛意識裡 有沒有強求過沒有強求過 就是為什麼沒有人找我和Catley一起拍戲 為什麼我們兩個拍電影 都在一部電影裡沒有機會見面 你會研究一下問題 是不是他有問題還是我有問題 還是大家不配搭 我覺得可能在一些元素上找不到 這次這部電影 我看完劇本, 你問我怎麼看 我自己覺得是Catley做的 沒有第一個人合作的 因為那個人一定有這麼一個性格 他有一個真 他才可以決定到每件事 是這麼…對對和不對之間的 怎樣去做為一個導演 去平衡整個江湖和整個江山裡面 的每一個不同的人物 這樣才對他做 變成我自己這次去做這部電影 選擇我 你問我為什麼 我相信… 我直覺看下去我也很適合這個角色 就是段蘭全這個角色 所以你叫我解釋我覺得 我覺得反而和以前的演員合作 和一個歌聲合作 有一點點不同的分別就是… 有些東西大家是歌聲 你會有一些… 大家同行的東西 再變成另一件事的時候 一定需要一個劇種 一個劇種裡面的劇本 剛剛有這個元素 我們兩個才能發揮得到 我說不出, 太巧妙了 譬如一部電影 這部是什麼武俠電影 其實武俠電影好不好看 在於他的… 每個角色都是簡單的 但在過程中 怎樣發生一些事情 是…大家看下去 是有不同的激素和不同的場面 令你感動 產生一部有感情的電影 我覺得我們兩個合作是一個這樣的… 有時候我很難去用一個 很實質的東西去解釋 我覺得… 你一說我也有這樣的感覺 就是你兩個人的確是… 歌聲的味道很重 我看來兩個人 第一個感覺是兩個歌聲來的 不是第一個人 看來是兩個演員來的 但是你兩個同時出現 一部戲裡面 竟然是無間道 但是無間道… 我經常都說 無間道其實… 香港人最… 比外國人拍得除了動作片之外 最厲害的是什麼 是黑社會片 但是黑色的電影其實是什麼戲裡面呢 其實是武合世界 是 今天只不過就是說 原來把你們兩個 擺執在武合世界裡面 就完美了 因為武合世界裡面 其實他除了打之外 他除了仲義之外 他又多了一個詩意 這個詩意 就是在兩個歌手裡面 是容易找到的 容易找到的 當然你還多了那種天真 傻一傻一傻一傻 那個是金卡蘭德 你呢?你自己覺得這次… 你自己的角色 或是你跟阿黎合作嗎 很舒服 跟Nion合作 在螢光幕上 我覺得我跟Nion很合襯 可能是高度 即是雷尚或是矮一點 不知道 不知道 對 外形上 給觀眾的感覺 也會覺得合襯 還有我們的對手 是很自然的 譬如我們這樣對完稿 坐著對完稿 一進去做 其實導演也收貨 也不錯 如果對白很順利 很自然又有那種感覺 就能做出來 所以… 拍攝容易產生的那種化學元素 對我 我相信導演在處理我們兩個的戲 都是做得… 我們是做得很舒服 就像Kathy說 為何我們兩個演戲 在一起表演這麼舒服 其實我們兩個舒服的時候 已經很容易投入了一個角色 沒有了負擔 其實做的時候 雖然等的時候很熱 你會自己有時候 笨笨笨跟自己說 哄自己 究竟我下次選戲 是冬天拍好一點 還是夏天拍好一點 你選一選 不然都是夏天 你明顯是熱的 熱也比較慘 不要冷到痛苦 手指都沒有感覺 然後你繼續拍 但在動作的時候 你會忘記了熱和不熱 還有Leon會很細心提點我很多 例如有些動作 我記得有一場在樹屋裡 我們兩個要抱著一塊 威眼飛 飛過去另一山頭 他也會提醒我 說你的手要這樣擺 你要這樣擺 否則待會你會咬柴 他有很多東西… 他會很細心提醒我 所以我也… 通常咬過人才會提醒我 他沒有咬過,提不到 他這樣說,我是咬過柴 你很多東西提醒我 我試過咬柴 其實三個月坐不到車 自己還要跟人搶的士 這麼厲害嗎 那時候要截的士 就是不飛 半天斷下來 所以為什麼他說 為什麼突然這麼害怕 因為你越見過… 最好不要發生在自己身上 就是我們見過在床上 那些武士、斷威眼 有多少 只要有一點差錯 發生在自己身上 你真是懸崖 很辛苦的 睡覺也睡不到 上床的時候睡覺 腳是動不了,要搬上去 坐的士要往左邊上 然後慢慢搬上去 還要跟人開的士 然後去開工 那時候你會變得很慘 兩、三個月 明白 所以為什麼要小心一點 因為我怕他有時候 勾到船隻的時候 對,力度不同 會容易失平衡 我自己也有一個 有一點疑問的事情 就是說 其實你們兩個是很時裝人 是,很多人都不說 那這兩個這麼時裝的人 穿古裝的感覺 說服力有多大 漂亮 這個就是… 還問那個… 你不用說了 你穿這麼多套漂亮衣 又漂亮 又漂亮 規格又漂亮 好像… 做平民都比漂亮 而且規格… 它是重的 但是你無尼沙拉 你會自己… 一定要頂住 來頂住 所以… 有那個… 很英 很英 不想出來 好像也不想出來 所以怎樣一見 為何美術指導這麼久 很難被人替代 就是因為… 真是厲害 它能夠將那件事 和劇本和人物 和真的觀眾要看的東西 再加上每次 不停的變幻去做出來 其實功夫是很難很難的 是 很厲害 其實我看到裡面的景 那個… 劍的宮殿 真是漂亮 劍堂 劍堂 真是… 我直接… 嚇死我 好像西片 我都沒見過 所以真的… 很熱 劍堂 又放在火盆 你知不知道 在火盆 可能你看不到 全部進去 我臉都黑了 知道嗎 煙都出不了 那些煙都黑了 把臉都黑了 拍完之後 越黑越黑… 其實最黑回家 是甚麼 是那個洞 是啊 一洗澡的時候 我吸過甚麼來 為什麼全部都是黑色 煙、灰 是啊 那些炭 很難問 其實大家說 你就知道 其實這個戲一定有很多 很難忘的事情 你自己覺得 這個戲最難忘的是甚麼 跳到水池那裡 真的很害怕,導演 那天已經說明了 不懂得游泳 他游得不太好 那天是否懂得游泳 所以他家裡有泳池 他只是打過游泳 只是游泳而已 不是,我碰到地 我才不害怕 叫我跳到一個標準跳水池 你懂得游泳 我以為我懂的 你懂得游泳 你懂得游泳嗎 你懂得游泳嗎 你有學過游泳嗎 我有,小時候 你懂得游泳 你懂得游泳 但不懂游泳 腳不能游泳,我真的想死 最好笑 他上來瘋了,在水裡呆了 我以為他聰明到上來休息 原來是喝了很多水 我們快點扶他上去 他就不出聲 而且第一個踢下去 我已經在斟責 為甚麼要跳下去 你為甚麼要跳下去… 因為我被很多殺手追殺 拍我一跳跳到河裡 掙扎走 他們拉著我 跳拍就在水裡 而且在水底裡打 還要打鬥嗎 對,不斷拉著我 按我下水 我心想,我沒氣了 我要上來 你讓我上來 不斷拉著我 結果不斷喝水 對,不斷拉著我 對,不斷拉著我 不斷拉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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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當時他們在計算時間 究竟一個人喝多少水 在多少分鐘內 是不會死的 他還想喝甚麼 這麼想救回來 我媽媽都不用吃飯 整個肚子 對了,你有甚麼最難忘的事 很難忘的事 就是我跟導演合作 我會覺得一個導演 在這麼熱的環境裡 有一次我看到他感冒 感冒的時候 他看螢幕的時候 我覺得他是這樣的 是… 你們行不行 然後我… 糟了,今天是這樣的 怎麼拍攝 怎麼拍攝呢 12點而已 然後我說 導演,你沒事吧? 沒有,吃藥而已 你來吧,行不行 一退回螢幕就會… 他的意志力 一個人要在這麼累的情況裡 你的意志力 是要令自己判斷不可以錯誤 你說作為我們演員的時候 我們會更加佩服導演 你不要理他身邊有多少風扇 大家都是同樣的生活 他腦子轉數可能更快 比我們的身體 但是… 能夠跟程師忠導演合作 其實是我一個夢 多謝江山美人 給了這個夢的機會 我也希望在日後日子裡 可以繼續跟導演合作 他是我一個很喜歡的導演 真的… 其實第一次見到我 他說 我聽你唱歌 我也喜歡你的歌 其實我相信 我告訴你 導演其實你是我的偶像 其實我很喜歡他拍的電影 所以我能夠跟他合作 對我來說已經很難忘了 加上跟Kelly 我覺得這次都是一個… 對我們兩個的一個改變 也給了一個機會 我們兩個在一起做一個演員 是一個古裝 我相信在美娜之裡面 我和Kelly應該還有機會 拍很多不同的戲 正如志弗你說 他剛剛上了一課 新的課 他不停累積不同的東西 去嘗試不同的東西的時候 我覺得… 對我來說是吸收到這件事 包括這部戲 我是開心有這麼多 去到這麼遠 怎樣也好 都有縱文劇在旁邊 他是一個很大的定心願 無所謂 人生難得一次約會 是你告訴我是誰 無所謂 人生難得一次約會 是你告訴我是誰 那你那個… 鋪上你的手指尾那個 你不難忘嗎 我…因為… 部戲 我覺得我很喜歡 雖然我受了一點傷 但我不覺得那些傷 可以成為其他新聞 去分散注意力對部戲 我覺得這部戲應該… 我受的傷是很少的 當時你接受不到嗎 當時我接受的時候 我現在都在重複想 那天其實我早上 四點多、五點坐車去開工的時候 我坐車在想 為什麼突然想起止痛藥 這次上來北京沒有帶止痛藥 為什麼會沒有帶止痛藥 不如大家回去香港 下次叫人寄止痛藥過來 突然想起這件事 不知道 然後突然去到現場 今天拍戲 我們好像和第一天拍的相似 但是今天我會不會受傷呢 我和我自己想過這件事 打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很多事情很小心 時間各樣東西都很鬆動 安排得很好 有時候就是… 命運要你那件事 不是你小心還是不小心 發生了就發生了 這是一個估計不到的事情 那是不是下次我自己 不要想這件事會好一點呢 但是你說手受傷 當然是打在上面 下面會沒事 但是下面會像叉燒包一樣 撕破了肉 你會覺得痛 那導演就說 你要休息一下再拍 大家找些東西去現場 跟山卡拉的冰敷著 冷得他沒什麼感覺的時候 拍完之後整場戲都拍完了 然後就去醫院 還要拍 要拍 要拍,因為你能拍手 上半個月沒有拍到 大家以為你唱上半個月 還差幾句對白 那也要把他的位置 對白 真可憐 所以從哪裡來講 你去到北京協和醫院 然後他幫你證刑之後 他說打一瓶… 破雙瓶針 破雙瓶針 那位姑娘打破雙瓶針 我又不知道 我還沒打過破雙瓶針 又沒有被狗咬過 不知道在哪裡出破雙瓶針 然後他就說 打哪裡 打鱸油 我拉下條鋪給他打 拉下多一點 我打多肉一點 沒那麼痛 誰知道他打在上面 打在骨 他覺得那裡是對的 打完之後 我覺得他給了一個很可愛的膠紙 好像類似那些… 什麼Kitty也好 那些… 那麼漂亮 但我兩個朋友陪伴我 看醫生的時候 當然那塊骨當然很痛 你走出去當然會偷偷偷偷偷 到醫院門口的時候 你都說要挺直胸膛 去做一個規格 不要讓人家痛 這樣上次 是 這是一個護憶 這幾個月 會多久才消腫 我想手消腫 會變成瘦 我猜要差不多 一個半月至兩個月 這麼久 對,一個半月至兩個月 那很大問題 慢慢慢慢消腫 他的肌肉組織會爆了 慢慢自己再去… 人的招數就是自己自動復原 但一定要時間慢慢慢慢… 才消腫 他裡面的肌肉自己爆了 裡面爆了,是出面受壓 裡面震爆的時候 這麼奇怪 是 很痛,很痛 而且這個手勢經常是冷的東西 刀槍沒有眼,是這樣 所以有時候沒甚麼東西 卑鄙笑,讓他心想 當然有,拍寶藏片就有 這些東西 那場剛才他跟子丹兩人決鬥 雙雄,兩人都要很帥氣 很帥氣,很勁氣 大家要帥氣,那把刀不要看 這樣就很勁氣 當時大家都很帥氣 尤其是做過 對 因為你說那場戲拍過 做過的話,你更加放心 就是他剛才所說的,他很帥氣 兩個都要帥氣 又不留意 但那場是很帥氣的 兩個出來就很帥氣 所以後來我們那場 《色英雄,做英雄》的對白 更加真實 真的很有打完的感覺 阿荔也是,他很好笑 我看他拍打 說真的,他也休息了一段時間 沒有打 我第一天拍他打 有沒有情?沒事 再來,好,再來 其實拍我看他 因為你久了不動 第一天你再動 但他給我真的… 這樣也行,真不錯 我本來打算量幾招給他 心裡說不是,量十幾招 他雖然很辛苦,但他也說沒事… 但他出來的效果就是 他們那場拍得很好 Kerry當然是 Kerry那場更加冷靜 你自己喜歡嗎? 那場簡直厲害 右手射箭 射完後,左手要射箭 我說導演,左手射箭不是吧 你射吧… 不是,我需要射箭,射倒出來嗎 他說不用,好吧 然後你不記得… 誰知道他立刻說真箭 他本來說不用真箭 然後又騙我 原來真的要用真箭 我最初打算他不行 我就說算了,假箭 沒有,找特技去幫他 怎麼可以,當然要找真箭 對,真箭很可能 節省一點 然後很好笑 出來哭解也好 然後他還好笑一次 真箭射,射在哪裡 剛才那邊站著一個武士 導演說,你別管了 對著那個人,射過去吧 真的射過去 幸好他穿了一個規格 真的射了那個人嗎 射了那個人,沒事 這麼厲害 但他很好笑 他以為做一次要做反應 他又掉下去 其實他不用 其實是讓他做射箭的箭霸 我們拍攝宴場裡 其實有很多高科技 導演用很多高科技在這裡 我拍戲以來 我看到最多高科技在這裡 很多不同的電腦放在這裡 跟拍攝有關 我們有一場戲要拍一個天燈 要在萬里飛場 想著應該也是用電腦 在南部景拍攝吧 應該在廠裡沒有那麼熱 誰知道 不是… 不知道哪裡找了一支超長的吊鼻 把我們吊出懸崖外面 吊出懸崖外面 你真飛吧 那個不是用電腦拍攝的 最初是打算用電腦的 但我們想一下 咦?可以的 我們不如現場做吧 因為電腦做出來始終都是假的 即是你如果現場做到 就絕對是好 所以我們心想咦? 然後那條有一條路在樹上 因為你山路一直上去 我們拍樹那邊 我們可以找一輛大吊雞車 總之是全北京最大的那輛 即是超長的那輛 香港沒有的 二百多隻不斷伸出去 那天燈其實是一個升氣球 等於是我們 把牠吊出去,你說挺害怕的 已經高了樹 樹在牠們的下面 你說是否害怕 搖一搖一搖,把牠們吊出去 牠比較害怕 但不是,牠一直不發聲 我沒有說話… 我沒有說話… 為何你會覺得牠比較害怕 快點拉進去 對… 拍完才這樣說 拍的時候,我不會這樣… 不要動那麼多,不要那麼大動作 好 當我們在動作時 當然忘記了不要害怕 那一停的時候… 停的時候,連那支東西也停了 停的時候就開始搖晃了 對… 然後就快點拉過去才說 挺好玩的 你也好玩 這些人覺得挺好玩的 哪會怕死的 牠不害怕 牠不害怕,牠不知道會死 牠沒試過危險 牠沒試過危險 即是牠… 牠真是嗨 牠也太多,你… 牠不害怕 這ourt實體 我都會看牠們 我根本不害怕 那是牠們的 牠們的 牠們的 不害怕 哪有牠們的 牠們的 �牠們的 我已經死了 為甚麼 儘量安全 對 又要射箭,又要歌詞,又要戲 又要單手,很誇張 其實是雜記 你現在知道導演回家做甚麼 就是得寸盡赤 他永遠都在司法中 打不怕,三下就找看身接你 三下就行,其實可以 加兩下… 加十多下,你也不知道 十多下,開始練習時… 打完,沒有看身 對… 這就是我們導演 最初Kerry也是,她臨在結尾 她一個鏡頭打十多下 其實最初練習時,我們分一組 例如第一組練五下 第二組練六下,八下 即是不同的動作 其實她每天都練過幾下 為甚麼?你把她全部一串合起來 那就十多二十下,要她全部簽 她又能打到 對,普通早練 不然就糟了,到時我太緊張 我甚麼都記不住 還有幕後功臣就是雷仲德 她把音樂放進去 令我們的電影更加提升 尤其是她們在那段情戲裡的音樂 我想你們沒聽過 我聽過 我聽到 你聽到嗎?Kerry,有聽到嗎 有,很棒 將來你看到就是你們的部分 最棒,可能是偏心你 是嗎 當然了 最棒是你們的那段情 那不是偏心,是感覺 因為她對你們的贖落 寫下去的時候是不同的 而且我想將來主題曲發達了 一定是大家都喜歡聽的 其實我聽了第一次 我已經開始喜歡聽 現在我自己的電話鈴聲 那我已經完成了 真的嗎 真的,我自己做了 真是很棒的 真是很棒的 不斷看也不覺得悶 不斷聽也不覺得悶 再我來說,譬如這部電影 我拍完我也很捨不得 我記得我拍完,譬如… 大家已經有了一份感情 就像Kerry那樣 拍完要想… 我記得最後一天 很開心,拍完後Kerry離開 不行,她要抱一會 她就很抱 轉頭說不行 我還要再抱,就哭了 是嗎 是的 那我跟黎明也是一樣 其實拍完後… 差不多了 你已經拍梅蘭芳 有一天我在街上見到 她已經拍完 一直說要約我吃飯 一直要我去她家 我打算你在這裡拍這麼辛苦 等著我先拍完 有天我在街上碰到她 記不記得吃飯 我突然在等車,突然一撥 她的車停下來 原來黎明車一下來 一定有跟我聊天 挺冷的,我都覺得很冷 我想你快點上車,快點上車 這麼冷 好了,談完之後走 我說好,我們有空 有空約吃飯 不行,她說冷冷冷冷 她真的要擁抱 就是那段情 大家真的有那個感情在裡面 所以當時我覺得 真的有點捨不得 非常難得 拍攝可以拍到這麼開心 這麼難忘 而且我覺得過程 一定是大家很享受 我們拍攝我們自己知道 因為一部電影 如果大家能夠拍攝 有些電影是大家不想回頭看的 拍完後,最好不要和我看 看 第一部電影拍到大家這麼開心 整天想見,想約回來 大家吹一吹,好久沒見 吃飯… 看見到大家看 一定是很滿意 而且中間的過程很開心 這是難得的 當然,大家觀眾都是… 我想看完大家都… 希望大家聽了這麼多的說話 我想大家都很有衝動去看 看完之後 大家可以給一些意見 三文,人物… 大家終於不給你 人間的天上 無窮無盡江山 從來沒有那麼好看 明天還有什麼要打算 你帶我飛… 你帶我飛…我飛…我飛… 帶給我活著的滋味 讓大家聽見… 我看完…我看…我考慮的… 我看完…是哪裡啊… 因為我希望你會… 是你告訴我是誰 誰還會反對